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天 又发现这条大黄狗了 这条流浪狗挺大的 今天上午这个小样追了我一条街 要我给他吃的 去上市买完东西 回去之后跟他准备了一袋狗粮 还有水 下来没有看见他 现在又发现他了 这次我跟他把狗粮和水都跟他带下来了 看这小羊多好鸡 哈喇子都递到我手上了 这次给他喂东西不怕他了 上次第一次给他喂东西 他站起来 他个头快有我高了 总是追着我 那时候有点怕 后来吃完之后发现他还是挺温顺的 这次跟他准备的狗粮 比上次的还多 饭量真的是好大 看看他这个来水 这小家伙今天上午追了我一路 我去超市买东西 就一直蹲在那个超什么炖点 跟他搞点水 这是200开来的 不是自来水 这是从家里面打的200开 他吃的也多喝的也多 这是我跟他准备了一大袋子 我看他吃不吃得完 要吃就让他吃好 这一袋子估计给他也就一段了 快解决完了 还剩一点点 现在这条大黄狗还是挺不忍心的 我为了他一次之后 看见我的之后 还主动靠过来让我摸 就算我手上没有吃的 他一直主动靠过来让我摸一下 看见 我现在喝水了 那个狗粮没有吃完 我这次跟他弄了很多 怕他吃不饱 他一些没吃完的狗粮 等一下我就跟他放在一个地方 等他热了自己去那里吃吧 这次应该吃饱了吧 喝足了吧 看一下多乖啊 吃饱了之后 主动靠过来让我摸 还是非常友善的 这小羊也是可怜的 他肯定还有几个小宝宝啊 他经常在附近撞友 像有时候碰到他了 有点吃的 我都会给他点吃的 如果有好心的网友 愿意收养的话 可以联系我 这小家伙挺乖的 很听话啊 去吧 小家伙走了啊 下次碰见了 我还是会跟他搞点吃的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点赞 关注收场吧 下期见了 拜拜